正在彰化的水墨画家陈正龙 从小就喜欢竹子 他在自己家的庭院 种了一整排的竹子 每天替竹子浇水洗澡 欣赏竹叶摇曳生姿 并且把竹子当作创作的素材 把竹子各种姿态画下来 一画画36年 去年突如其来一场中风 也没有把他打倒 努力复健重拾画笔 一年十档的展览 甚至作品还被马来西亚的国王收藏 水墨画家陈正龙 每天生活日常 就是替竹子浇水洗澡 欣赏竹叶的摇曳生姿 还有他的光影变化 所以当你在浇水的时候 你就在观察他的造型 在看他的变化 他不仅爱画竹 更直接以竹子作画 直接将刚剪下来的竹子 拓映在画布上 用的也不是传统的画笔 而是随手可得的海绵 天堂鸟的叶子 或者是玉米壳等素材 我也送了宋真 透过力度速度画出不用比的精神 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他 国小时就立定志向要当画家 而竹子是家乡的记忆 一画竹就画了三十多年 作品累积超过上千幅 光是一年就有十档的展出 其中作品还被现任的 马来西亚国王给看重 珍藏在皇宫内 正是他人生发光发热的时候 但却在去年六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中风 让陈正龙体会到要把握当下 我收藏了一批纸张 我每次想说六十岁最爱画 贴上风条之后 两个礼拜后就中风了 努力复健调整作息 他逐渐恢复健康 又能拿起画笔 继续他最爱的创作 陈正龙更推出最新的作品 就取名叫做当下 大病之后 他对人生更加的豁达 也将这种精神运用在创作上 他说以无常为师 以未知为起点 放下执念和惯性 魄力之间 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探索 借江吴福燕台中报道